1995年 李若彤遇见神雕侠侣 成为了金勇笔下的小龙女 她一袭白衣 从天而降 与古天乐饰演的杨过 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 以玉杨过 雾诛深 李若彤表示 自己在演戏时 的确对古天乐动了情 却为何古墓一别 十六年 未曾相见 再相见 两人能否再续前缘 神雕侠侣拍摄之初 就跟台前幕后的演员 工作人员 开了一次会 深入解读角色的人物性格 为了让演员 可以更好地掌握 古装姿态和身段 剧组甚至 给他们安排了 中国舞的课程 因为神雕里角色众多 当年剧组 帮各个演员定妆 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当李若彤梳起头发 穿上白衣后 剧组把定妆罩 发给金勇 金勇赞不绝口 这 就是我心目中的小龙女 因为经费不足 我们总能在剧中看到 很多塑料场景 比如 透明胶部座的瀑布 泡沫座的飘雪 这一舞打戏 为了让效果更逼真 大部分都是演员亲自上阵 各种舞打动作 也是经过精心设计 郭静一人 破拳针叫 天罡北斗阵 杨过小龙女 双剑合臂 击退金轮法王 神雕侠侣播出后 直接在国内 火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李若彤饰演的小龙女 与谷天乐饰演的杨过 被称为史上最配的CP 原著中描述杨过 用在谷天乐身上 也恰如其分 长身玉立 眉清目秀 见眉入病 奉眼神威 于是 谷天乐成了最经典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那一版杨过 所谓一见杨过 物中深 亦是如此 而剧中的小龙女 一袭白衣 似仙子从天而降 又似身在烟中雾里 清冷出尘 仙气飘飘 一把淑女剑在手 惩恶扬善 美绝人间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 李若彤之后 再无小龙女 很多人说 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 就要看她的眼神 剧中小龙女妄想扬过 眼眸里 好像有一整个宇宙星辰 都在发亮 因为演得太好 许多粉丝把戏里的感情 延伸到了戏外 都希望谷天乐和李若彤在一起 然而在拍完《神雕侠侣》后 李若彤和古天乐却一别数十年未曾相见 这些年古天乐一直在忙 忙拍戏 忙挣钱 有人说他是烂片之王 吐槽他接的烂片太多 可是他却说 我要拍戏 有很多人需要我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媒体问起时 他也只是笑笑 不明说 直到一所所古天乐小学 出现在公众视野 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自此古天乐成了太阳 都不忍心黑的男人 2005年 李若彤却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出人意料地 站出了公众视野 因为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郭颖泉 对方是大他20岁的香港富商 相恋十年 他不喜欢他拍戏 李若彤便停掉了所有工作 甚至淡出娱乐圈 他不喜欢他涂颜色鲜艳的指甲 李若彤干脆不涂 他不想去拜见他父母 李若彤会为他找出一大堆的理由 李若彤为他放弃事业 放弃自我 不介意他有过婚时 也不介意他有个孩子 甚至郭颖泉事业遭遇重创 欠下巨额债务时 还全心全意付出帮他还债 那时 他描述自己说 我是个保守的人 出嫁从夫这些 我也认同 可惜 李若彤终究不是小龙女 男友也不是 值得他16年等待的杨过 整整十年的时间 他连一句承诺都没有给过 十年的申请守候 最终只换了四个字 性格不合 一年后 父亲病逝 一连串的致命打击 李若彤患上了抑郁症 无法自拔 2013年 李若彤在飞机上 偶遇猪润发 对方一句 人怎么可以不工作 彻底让他清醒过来 他开始复出拍戏 经历了奋不顾身 为爱受伤的冲动岁月 李若彤终于解了 身上的情花之毒 面对爱情 他终于顿悟 爱情 不是一味的迁就 而李若彤和古天乐 古墓匆匆一别 两人数十年 不曾相见 直到2011年 神雕侠旅播出后的第16年 他们在飞机上相遇 古天乐的一身孤骨 李若彤的一身孤儿 仿佛是杨过和小龙女 穿越时空的重逢 更巧合的是 电视剧《神雕侠旅》的剧情中 小龙女在绝情谷 跳下断肠崖后 再次与杨过见面 已经过了16年 而戏外的李若彤和古天乐 也是16年后再遇见 孤骨还是那个孤骨 过而 已成了中年大叔 许多年过去 古同CP 仍然是观众 无法释怀的荧幕情侣 许多人都认为 当初他们俩狼才你貌 为什么没能走到一起 李若彤究竟在戏中 是否真的对古天乐 动了情 李若彤澄清 当年拍《神雕侠旅》时 自己在戏中 的确爱上了古天乐 在拍戏的那五个月里 她不与外界接触 也不与朋友聚会 下班之后 就回到古墓 她觉得 自己就是小龙女 感受着角色的喜怒哀乐 她把自己的全部感情 投入到了角色当中 面对古天乐 饰演的杨过 她也是入戏了 满心满眼都是过儿 眼中心中 再也放不下其他人 李若彤知道 无数人都希望 她和古天乐 能再续前缘 她表示 演戏跟现实生活 是分开的 要懂得入戏 更要懂得出戏 事业上的起伏 人生中的困惑 感情上的受挫 都变成了过往 如今的一切 全是命运的馈赠 再回头看神雕侠侣 才发现惊喜的 不是江湖的快意恩仇 而是江湖之外的儿女情长 那一年 她在闹 她在笑 一切单纯美好 小龙女 一踏风而去 李若彤 却从远方归来